《约书亚记》第十三章 直到以格伦的境界 就算属迦南人之地 有菲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 加萨人 亚什图人 亚什基伦人 加特人 以格伦人之地 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 又有迦南人的全地 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福 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 还有加巴勒人之地 并向日出的全利巴嫩 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 直到哈马口 山地的一切居民 从利巴嫩直到米斯利福马因 就是所有的西顿人 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 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 将这地年就分给以色列人为业 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 马拿西那半支派和流变加德二支派 已经受了产业 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 是从雅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 并米底巴的全平原直到底本 和在西石本座王 亚摩利王西红的诸城 直到亚门人的境界 又有基列地 基数人 马加人的地界 并黑门全山 巴山全地 直到撒迦 又有巴山王鄂的全国 他在亚斯塔路和以德莱作王 利法因人所存留的只剩下他 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 所赶逐的 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数人 马加人 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 直到今日 只是立位支派 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 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伙计 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摩西按照流遍支派的宗族 分给他们产业 他们的境界是雅嫩谷边的雅罗尔和谷中的城 靠近米底巴的全平原 西石本并属西石本平原的各城 底本 巴摩巴利 伯巴利缅 雅杂 基底墨 米法亚 基列亭 雅比马 古中山的西列哈沙峡 伯皮尔 皮斯加山坡 伯耶西墨 平原的各城并亚摩利王西洪的全国 这西洪曾在西石本作王 摩西把他和米店的族长 乙卫 利金 苏尔 护尔 利巴及杀了 这都是驻那地属西洪为首领的 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 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树氏巴兰 流遍人的境界就是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 以上是流遍人按照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 并属城的村庄 摩西按着加德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 他们的境界是雅谢和基列的各城 并亚门人的一半地 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 从西石本到拉摩米斯巴和比多宁 又从马哈念到底壁的境界 并古中的伯亚兰 伯宁拉 舒戈 撒芬 就是西石本王西洪国中的余地 以及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 直到基尼列海的极边都在约旦河东 以上是加德人按照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 并属城的村庄 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拿西半支派 是按着马拿西半支派的宗族所分的 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 包括巴山全地 就是巴山王厄的全国 并在巴山 雅尔的一切诚意共六十个 激烈的一半 并亚斯塔路 以德莱 就是属巴山王厄国的二成 是按着宗族给马拿西的儿子 马吉的一半子孙 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 对着耶利哥的摩押平原 所分给他们的产业 只是立位支派 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 就是祭司以利亚萨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并以色列各支派的组长所分给他们的 都记在下面 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把产业年纠分给九个半支派 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 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 只是在他们中间 没有把产业分给立位人 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 就是玛拿西和以法连 所以没有把地分给立位人 但给他们诚意居住 并诚意的郊野 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 安置他们的财物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 那时 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 有吉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 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 你都知道了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 那时我正四十岁 我按着心意回报他 然而 同我上去的众弟兄 使百姓的心消化 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当日 摩西启示说 你脚所踏之地 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 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 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 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 看哪 现今我八十五岁了 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无论是征战 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时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 那里有亚纳族人 并宽大坚固的城 你也曾听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于是 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 将西伯伦给他为业 所以西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 直到今日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 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 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 第十五章 犹大之派按着宗族年旧所得之地 是在井南边到以东的交界 向南直到巡的旷野 他们的南界是从沿海的井边 就是从朝南的海岔起 通到亚克拉宾坡的南边接连到巡 上到加利斯巴尼亚的南边 又过西斯伦 上到亚达尔绕到贾家 接连到亚门 通到埃及小河 直通到海为止 这就是他们的南界 东界是从沿海南边到约旦河口 北界是从约旦河口的海岔起 上到伯河拉 过伯亚拉巴的北边 上到流汗之子波罕的磐石 从雅各谷往北 上到底壁 直向河南亚都明坡对面的吉甲 又接连到尹氏脉拳 直通到尹罗杰 上到辛嫩子谷 贴近耶布斯的南界 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又上到辛嫩谷西边的山顶 就是在利伐英谷极北的边界 又从山顶沿到尼弗多亚的水源 通到以弗伦山的长翼 又沿到巴拉 巴拉就是激烈耶林 又从巴拉往西绕到西尔山 接连到耶林山的北边 耶林就是基撒轮 又下到博士迈过廷纳 通到以格伦北边 沿到施基伦 接连到巴拉山 又通到雅比涅 直通到海为止 西界就是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 这是犹大人按照宗族所得之地 四维的交界 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 就是基列亚巴 分给耶布尼的儿子加勒 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加勒就从那里 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 就是士筛 亚西曼 踏脉 又从那里上去 攻击底壁的居民 这底壁 从前名叫基列西伏 加勒说 谁能攻打基列西伏将城夺去 我就把我女儿压撒给他为妻 加勒兄弟 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 夺取了那城 加勒就把女儿压撒给他为妻 压撒过门的时候 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 压撒一下旅 加勒问他说 你要什么 求你赐福给我 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 求你也给我水泉 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以下是犹大支派 按着宗族所得的产业 犹大支派锦南边的成义 与以东交界相近的 就是贾靴 以德 亚古尔 基纳 底摩拿 亚大达 基迪斯 下索 以提南 西服 提炼 比亚律 下索哈大塔 加略西斯伦 加略西斯伦就是下索 亚曼 士马 摩拉大 哈萨加大 黑石门 伯帕列 哈萨舒亚 别士巴 比斯约他 巴拉 以音 以森 伊勒多拉 基斯 荷尔玛 喜格拉 麦玛拿 三撒拿 利巴乌 石心 亚因 临门 共二十九座城 还有蜀城的村庄 在高原有 以石陶 索拉 亚什拿 撒挪亚 尹甘宁 他普亚 以南 耶莫 亚杜兰 索哥 亚西加 沙拉因 亚底他因 基底拉 基底罗他因 共十四座城 还有蜀城的村庄 又有喜南 哈达沙 麦大家德 底莲 米斯巴 约铁 拉吉 波斯加 伊基伦 加本 拉曼 基提利 基底罗 伯大滚 拿马 马基大 共十六座城 还有蜀城的村庄 又有利拿 以铁 亚杉 亿福他 亚什拿 尼西 基伊拉 雅格西 玛丽莎 共九座城 还有蜀城的村庄 又有以格伦 和属以格伦的镇式村庄 从以格伦直到海 一切靠近亚什图之地 并属其地的村庄 亚什图和属亚什图的镇式村庄 迦萨和属迦萨的镇式村庄 直到埃及小河 并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 在山地有沙密 雅提尔 索戈 大拿 基列萨拿 基列萨拿就是底壁 亚拿伯 以什提墨 雅念 戈山 河伦 基罗 共十一座城 还有蜀城的村庄 又有亚拉 杜马 蚁山 亚农 伯塔普亚 亚非加 红塔 基列亚巴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席尔 共九座城 还有蜀城的村庄 又有马云 加密 西福 与他 伊斯利 约电 撒诺亚 盖尹 基比亚 平纳 共十座城 还有蜀城的村庄 又有哈呼 伯宿 基图 马拉 伯亚诺 伊勒提君 共六座城 还有蜀城的村庄 又有基列巴历 基列巴历就是基列耶林 拉巴 共两座城 还有蜀城的村庄 在旷野 有伯亚拉巴 密丁 西加加 逆山 岩城 引基底 共六座城 还有蜀城的村庄 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 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 直到今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遇见羽带经》 《遇见羽带直到目》 在学校 verdad 声欺